我們這組的建築物名稱叫做循環樹屋 我們有用這三棵樹是用學校操場的樹蓋的 那下面這個藍色的這個是用熱火教室裡面藍色地面 就是可以避免如果在上面有可能會摔下來受傷 那這個水塗滿是用我們學校裡面的水塗滿 可以儲存水可以藉著水管來澆花 就可以種植蔬菜水果 那我們也有養雞 就是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為他吃飼料 如果他長大後如果想要吃肉的話就可以把它殺掉 就可以來吃了 那我們上面這裡也有養魚 就是可以要就是魚菜工程 就是如果餵魚吃飼料的時候 魚就會大便就可以當下面這個蔬菜的肥料 就可以讓這些蔬菜生長 就可以讓這些蔬菜生長 那我們這裡也有用學校有些不要的木頭做成的樓梯 就是可以要上去種蔬菜的時候就可以爬上去 那這個鍋子是用地下是不要的桌子 可以固定在上面方便幾種 那這個是橋就是可以用全要不要的木頭做成橋就可以掉走 就可以走去廚房煮東西 那這個是廚房上面的太陽門板就是可以出春點 讓在煮飯的時候就是可以開電燈 就是比較不會很危險 就可以把窗戶打開讓它通風 這裡也有蓋屋頂就是利用學校風雨球場上面的屋頂蓋的 那這裡也有蓋屋頂就是用蛋糕式不要的電視走上去的 這裡也有蓋樓梯就是如果起床不想爬樓梯的話就是可以用溜的溜下來 那這個床就是用藍色的地墊鋪在下面 然後可以可以到睡覺的時候可以去房間睡 那這裡也有櫃子就是可以放自己想要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裡也有櫃子就是早上起床要整理頭髮跟整理服裝的時候可以在這裡 然後這裡 然後我的廚房解除了什麼還有什麼問題嗎 對 你中間那一棵是說上面那一棵後這個 就是它的煙囪 排一排就是它廚房在土中心它煙可以排上去 那你煙囪是請學校拿一個材質來做 就是學校有磚頭可以 可以蓋在上面 可以把它固定在這裡就可以讓 就可以讓煙飄出去不會讓它在裡面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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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生長葉子 然後這就是後面的葉子 然後這就可以不用裝電風扇 因為會有風會吹進來 就會感覺到涼涼的 就會覺得很熱 那如果你把東西都放在信上面 它不會掉下來 對 會裝地板 這上面會裝地板這樣子 你可以讓東西放在那上面 那個地板是遠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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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用池 我們會用池裝盤 把它 放在上面 那個樓梯是哪裡 拿什麼材料 那個桌角 然後你會用池裝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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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用池裝盤 你說這是該在樹上嗎 你說海水倒盤的話 那到時候樹不掉很快 那到時候樹不掉很快 對 對 就是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有裝那個 學校裡面不要的柱子 把它固定在這裡 還會 就只會避免觸導它 好 好 待會 就是 我拿我的包包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很 submittin